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能夠對抗癌細胞的天然植物提取物 是有哪幾種和它有什麼的作用 第一種就是勞匯素 在醫學研究報告裡面 證實勞匯裡面含有一種叫做emodine的成分 這種成分是有效抑制連鎖蛋白 令到癌細胞是無法抗散的 第二種就是洋蔥素 根據醫學研究報告顯示 洋蔥含了一種名為Krysatine的成分 能夠令到癌變的細胞無法泵出乳酸 最終自作自受而被酸死 第三種就是粟米森素 癌細胞獨有一種酵素名為中端酶 能夠不斷自我修復避免腦化 而粟米森含有一種叫做lacotinic acid的物質 能夠有效抑制中端酶 加速它的衰老過程 和加快癌細胞滅亡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的軍事導航節目 軍武器言 我們的主持人Larry Alex 跟大家播放一週最新、最熱的軍事話題 首先多謝讀者關心 有個網友說我的聲音文化的 對,上個星期病了 多謝關心 另外我們這個星期也遲了 真的沒辦法 因為小弟的業務是有季節性的 現在這些季節會比較忙 所以希望下一個星期應該可以準時錄音 不用大家久等了 因為有網友說讀人法 我們就盡快 還有這個星期很有趣 這個星期我們抽好時間和網友聚會 有一個資深網友 Simon 在外國來 外國來 我們叫做有憑至遠方來北亦樂福 我們盡量抽到時間和他聊天 但是我不好意思 Simon 因為我剛剛的時間就不能走 所以聊了兩句我就閃 下次你再來的時候 或者我們去其他行展見面 就再聊聊 其實各位網友 有時候你有興趣 你也可以上來我們網台 撞一下我們是不是到了 都很難撞到我們 很難撞到我們 我們都不定時錄音 我們都神出鬼沒的 例如今晚現在是夜晚的 但是有時候是休息 沒有試過清晨凌晨6點5點 什麼時間我跟Alex錄過 所以各位網友會有更多互動 有時候我們都會收到一些網友 會在inbox 問我們問題 我們都會回答 另外youtube會流 或者facebook 最近都收到很多問題 HunterKiller我們是沒有看的 最壞的是我沒有時間看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 你繼續問吧 總有一天我們會回答你的 我們會一直看的 其實有些問題 我們今集都會回答你的 之前有些叫做有拖步驗 我們總是回答你的 好 那我們就言歸正傳了 我們開始了 先看第一單 有F35 今次就是F35C 嘩,很快 很快 這個新聞來自military.com 你亦是軍事網 當然是美國那些 不是中國那些 這個新聞都很新的 一個星期都沒有 講到美國海軍現在on track 即是他現在打算 將F35C有起始戰力 即是我們叫初始戰力 或者是你叫做 即是你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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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他去年年未開始試 當然你說海軍這個有沒有關係 海軍這個其中一個型號要試 是 那些東西 那當時要試什麼呢 就是要試它隱形 即一些東西 還有一些電子設備 那些就要試 所以現在他們說 理論上 現在如果IOC 即是說這個初始營運戰力 做得到的話 接下來應該大概 上這個卡伊雲深奧 就2021年可以上 那大家就算了 今年2019 那就再過兩年 所以你上得 就有戰力了 所以應該會再早一點 2020 你會見到在卡伊雲深奧上面 你會不停試 例如試什麼呢 就是試它一天最高 可以彈射多少次 它那些搶紅戰隊 裡面怎樣去協調 是 加油加彈 如果我們說reload 即是我出了 我再回來 reload再出 究竟當中的Evasion是多少 那這些全部都要做 那卡伊雲深奧 即是說 真的放在戰神上 即是說可以隨時打得了 隨時打得了 所以我猜它現在擺 就不會擺 什麼林肯號 那些是不會的 如果它擺 就應該都會擺 什麼斯坦尼斯奧 卡伊雲深奧 真的因為這些 是全部最前線去打的 所以是 挺有趣的 所以F-35 相對其他的機型 就會在其他空軍基地 都已經服役了 所以相對F-35C 現在都可以服役的話 你看到F-35C的家族 就應該是齊腳 全部都會齊 當然相對來說 機師的訓練是最難的 因為你首先 如果在福特級 你會知道 雀艦系統是新的 不是用油壓的 而是用電池的 聽說那個電池的 那條爛爪索 還沒有做到 就是沒有做到 是那個質量 他們說暫時還沒有達標準 就是什麼呢 可能降落了100次的時候 可能有兩次會出現 或者三次出現 你知道美國來說 一次出現都不行 所以現在還是用傳統的 來米斯級 安全一點 所以暫時應該會用來米斯級 福特級應該是更重要的 更要調整 更要調整 所以F35C 我們經常都說 F35C的改變遊戲規則 那個戰力 應該是比F35A和B強的 是 因為你想想有什麼藍罪機 可以引營 沒有的 全世界最強的藍罪機 一向都是美國的 但是它本身的FA18的問題 就是 雖然說它的RCS是1 很小 又有吸雷達波等等 但是其實相對 我們以前不是說過 如果你將FA18和對面用F30打 是 理論上是F30會贏的 應該是贏的 近戰來說 應該是贏的 其實是 所以如果你這樣打的話 始終是大陸有著數 但是如果你現在用F35C 大陸就沒有著數 因為我看不到你 我看不到你 你可以來炸我 所以現在用F35C 就是一個game change 你看到我已經死了 那也是 你看到我 應該可以拍照 是的 準備跳散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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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也不是 應該死了 不知道是甚麼事 按按鍵都做不到 應該 下一個新聞 要講英國 最近英國 我忘記了看哪個網站 我忘記了看哪個網站 它說英國在全世界的軍事排行 排第二的影響力 很巧妙的 它不是軍力 是影響力 好 我剛才說大英帝 那三個字 才是外交名詞 還可以嚇人嗎 還可以嚇人嗎 還可以嚇人 那些巡洋艦 或者巡洋艦 其實都不太差 另外你說B.A.E.本身 都爛船 只有三斤釘 B.A.E.很多時候 都可以牽頭做很多事情 無論做颱風 做欺准 或者做六代機 來緊的暴風雨 其實它是一個 top sales 應該可以牽頭做很多這些事情 所以英國始終還有威力 說回英國國防大臣 本週宣布 就說要在亞洲次立新的軍事基地 很多人馬上想 在哪裏 應該在哪裏 當然這個問題 未問之前 就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你有錢嗎 對不對 英國佬你怎麼有錢 現在說脫勾 現在脫勾問題 就是一脫勾都談不了 他們是不是要硬脫勾 現在要半天釣 不湯不水 其實它可不可以反悔不脫勾 不脫勾 不脫勾就不用付錢 不過樣子比較差 其實沒有樣子 反過來 如果真的不脫勾 別人肯不脫勾 也肯不脫勾 不脫勾 麥克爾肯不脫勾 當然不肯 又不肯 經濟制裁你 因為你玩的 一搞了我這麼多事情 你現在又說不脫勾 你硬脫勾 你不給錢硬脫 就玩到你借 其實很慘 好像影聲說脫勾 又不脫 不脫又說脫 所以很慘 現在英國那邊 因為硬脫勾 或者脫勾就要付錢 所以現在究竟英國有沒有錢 再扔出來這些 很難說 你知道它連戰機都不會自己做 會不會真的會洗錢這些地方 有一個指標 我想大家記得 就是我們上年說的 英國其實已經cancel了 就是它的戰艦 就是去蘇伊斯運河的巡邏 這個巡邏 以前應該是由英國的線 一直去到蘇伊斯運河 大家很明顯知道 是跟有的一關 因為能源補習線 如果你被人拿著 就馬上輸了 怕愛國玩東西 那時候英國和法國也是 那時候法國人的惡度 不管美國人的反對 就是找空港兵降落在埃及運河附近 想要企圖搶回運河 但是準備失敗了 後來運河是美國有下管理嗎 美國是和事佬 看著 因為英國有介入 美國有介入之後 就繼續讓他回運河獨立經營 如果不是那時候是蘇聯人吃完 雖然說他獨立經營 但是他的看場是英國和美國的老闆 其實那時候說 交了給埃及 但是實際上 最大利益都是 運河我給你 但是誰去看呢 美國 現在又說 因為花很多錢 我給你管 現在是給他 因為花太多錢 還有沒有什麼好處 但是大陸在下面再開 對 反正也是 你管你走回你的船 不如我收回一點錢 那倒是 看回支出問題 好了 說回英國 國防大臣接受專項的訪問 他們應該想英國 再次成為世界大國 說法 其實我們覺得不是 特朗普已經談過那條數 是 和所有白人戰線 聯在一起 是 那誰參加我們的白人戰線 你就過來 我們優質的白人 英國佬 你不是優質白人 英國更加要 冷著頭皮 死雞 撐飯過都要撐 都要撐 因為其實你真的 始終他們都要那個樣子 出來走 未來有兩身航母艦 對 正在做威爾斯王子 威爾斯親王 親王 無所謂 英文都是prince 你對的 所以接下來就說 究竟基地擺在哪 剛才說 有人說基地其實是不能選擇的 老實 如果你擺在遠東 你想一想 日本是不讓你擺的 因為日本是被美國擺的 七世紀 日本也沒有一個ground 讓你擺 馬來西亞 中法馬來西亞 你的教育就是民地 不行 馬來西亞跟中國太好 不會的 當然你說 馬來西亞一個總理 是不是跟中國佬 好像 好像抹了臉 不會的 學利華的 那些什麼事 他現在就說 你想用你的借貸來掩蓋我的港元 你想也不要想 不過 如果你有錢送給我們 我也會走 那些 不過再給一次錢 一次錢不夠 你賄賂了我的前度 上任 你還沒賄賂我 我快要去 你快點給我 我九十幾 你快點過水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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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開身 因為為什麼呢 馬來西亞有進入中國的軍艦 接下來玩黑手 希望他不會進入那些飛機 因為怎麼辦 貓山王爪數 應該是新加坡 應該是新加坡 我猜到是新加坡 新加坡也有美軍 因為新加坡是前殖民地 怎樣也好聊 新加坡人喜歡英國 比較有些情緒 你說李光義是蘇尼士運河爾都唯一英國人 最後英國人 不過他的英文以前是很英文的 他自己改變成新加坡 搞到變成新加坡的口音 現在是新加坡 對,就是新加坡 很搞笑 說回文萊也有機會 因為文萊雖然是小國 但文萊也是很親英 所以這兩個叫做前英 文萊是不是前英 所以應該是這兩個國家最有機會 你說馬來西亞就應該沒有了 另外泰國不會 緬甸也更加不會 越南也不會有機會 泰國現在不會站一旁 泰國就是因為以前 從來都不站一旁 不站一旁 就像是租飛機場給美軍打越戰 所以現在他們的兩棲攻擊南 聯合號 我們在南部出現過 我們上年說過 我想他如果推出就推出這架 這架是兩萬多噸 這架是厲害的 如果這架上面 當然我也沒有研究 他可否擺放F-35B 我想我夾版還不行 應該還不行 因為我不肯定 他本身的設計 我們今集 不要緊要 到時又找一架游林頂元 又這些嗎 那架科櫃船 砌著機場 又這些嗎 但現在是21世紀 另外我們要說 美軍 接下來會在沖繩實施一個反艦飛彈演習 大家都猜到針對誰 沖繩居民也會投訴 其實無所謂 他都當他是吃生菜 其實你想想 沖繩應該是由二戰之後 由美軍七幾年的時候 把沖繩的管理權交給日本 所以那次大陸就吵了 沖繩本身是獨立 應該是王國 被日本人吃了 為什麼沖繩呢 應該是獨立 但國王都不見了 那些後人 我都不知道 應該被日本人夾了 日本化了 可能他也不想回去做 很難說 你知道這麼小的國家 很難經營 都是賭仔 山寨皇帝 根據日本產經新聞說 其實美國已經通知了日本指揮隊 就會在沖繩的基地部署 一個陸機反艦飛彈 大家都猜到應該是針對什麼 陸機 陸機 不是用海機 射哪一隻呢 射魚叉 他是這樣說的 他部署的是什麼 AJ58 他有一隻叫M142 高機動性多冠火箭系統 我們上個星期說過的 HEMIX 純火箭 一個車 有火箭射出的 小小道向的火箭 記得我們說過 有架C130 再過來放低 然後射完再走 HEMIX 就用這個 可以300公里做到 聽說 挺厲害的 很明顯大家都猜到 如果沖繩島和公固島 如果在這個之間 大家知道中國軍艦 沒有喜歡走出限入 他們借了什麼呢 就是日本的位置 他不會批評自己 那些航道 叫做什麼呢 就是可能 人道上 或者非軍事 是可以使用的 你軍艦走過 如果它沒有侵略意圖 和平通過 你都可以支撼給你的 這個老實 一直都是美國經常說的自由航行 其實大陸是經常使用這個 美國就說在南海自由航行 大陸吵 但其实他没有想过,公共驾峡,或者沖繩那边的位置 人家被你自由航行,你就常常不停航行 其实这个也是其中一个,我有时候会挑战 其实你不可以一样说话说两样 这是双重标准 对,双重标准来的,但我想除了我们说 这些是没有人说的了 当然你可以说,国际法,海洋法 你说日本claim了那里是公海 老实说,人家的装备全都在那里 现在你看到它是否安装了火箭 安装了反洋飞弹 有什么事呢?你走出门鞋,他瞄你 我用火控瞄就瞄你了 船只走得这么慢,应该都可以 死定了 你想想,他就算不超音捉你都死了 他飞800公里每小时你都死了 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针对的 而且你知道,部署不是日本部署,而是美国部署 所以大家看到,美军摆明告诉你 现在你不是借到日本,你是对着美国和日本 我借到日本的地方去夹你 你不要想冲出第一道链 现在我就用行动告诉你,你是冲不出第一道链 首先是针对你的船 你再串一点,我就会放SAM的东西 如果你放恶国者,整天都放这些位置 就很麻烦 所以在公固岛呢,我们是否说过 如果你要打台湾呢 其实你要打,不只是打台湾 你要打公固岛,要打石环岛 将那些雷达全部收归 将那些岛全部取得 但是你这样就是挑战日本 即是日本要打你 于是你可不可以和日本一边打日本一边打台湾呢 你打台湾也有问题 所以我们经常说,这个话题永远都是永恒的偽命题 你没有办法摆脱到日本的牵涉当中 这个很难 另外我们要说的是西班牙 西班牙近日就说他们要牵涉 因为英国,德国和法国 我们去年说的 Airbus开了一个开头 然后达梭又开了一个头 但之前就说,这两个人有意合作 因为其实你两个分开做都不讨好 第二支旗是英国,BAE,暴风雨 所以现在应该是法国和德国联手做的那一架 叫做神经园 做一个新的东西 应该是什么呢? 他们暂时说可能是无人机 如果做无人机的话 当然你相对来说 战斗力可以再提升一些 因为你不用再有人 你那个有效负载 不用再是正9G和3G 就是当MISSAL那样用 可以很厉害 当然里面会加很多雷达 那些什么IRST 那些全部都会齐 所以听说西班牙应该想 如果法国德国搞 他现在一定要选 要么就选英国 要么就选法国和德国 要么就选法国和德国 他站哪边呢? 他暂时想选法国和德国 西班牙应该是几百年前的事 当然是 西班牙和德国 都是曾经的神圣 罗马帝国领土 所以可能有些历史渊柔 另外说 神经园有个技术验证机 技术验证机 就是说什么呢? 通常是Prototype 0102的机 不是木製模型 不是 你说这些 他们说2016年 就是三年前 其实已经试过 戴古洛号附近穿过 不被发现 就说它的隐形性能很厉害 真隐形 真隐形 所以这部隐形的无人机 但是你想想 2016年已经开始试图体 都收得这么厉害 我们真的听都没听过 挺好 所以是挺厉害的 当然出到这架 台风应该差不多 会骗了美国佬 骗了美国佬? 真的不知道 如果美国佬骗到就很厉害 但是他现在说戴古洛 相对来说 他发展隐形战机 和下一代隐形战机 就是 未来空战的系统 应该将会更新 是 就不会再用台风 不会用震风 台风也旧 因为台风不隐形 但是我很有兴趣 就是想知道神经元 会不会发展蓝奏机 应该会 因为法国佬有蓝奏机 它有震风M 你如果震风M 要下下一部照片 是不是应该这部 西班牙也有兴趣 西班牙也有个小 对 西班牙也有个小 你讲西班牙 我们今集一定要回应 一个网友 讲澳洲的 我轻微做了些功课 我稍后讲西班牙和澳洲渊源 就可以讲西班牙这个位 好 这次来到这里 全新一期健康解码 第四期已经出版了 今期主要是讲解 因为尿酸过多引致的痛风问题 和了解一下湿疹的成因 随书会有240元现金券 和会附送价值198元的痛清 记得不要错过了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尸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